有很多东西不看医生,不检查,不会知道的 爱丽聊天室,聊聊银法族的健康乐生活 那我们今天来到王医师的诊所Kelbon网 来请王医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年度检查的重要性 王医师可以给我们的大家打一下招呼吗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众所周知,我相信很多长辈都知道 我们这个年度检查很重要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还是不愿意去做 因为他觉得很麻烦 或者他觉得自己很健康 所以他就没有去做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王医师来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即便你觉得你很健康 发现有一个不得了的问题 那所以不管是长辈还是我们一样年纪的年轻人都记得要去做年度检查 那王医师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年度检查通常都检查一些什么项目吗? 年度检查有很多东西都要做的 第一就是第一可以说保险都这些保险都包括了 所以都对病人来说都是免费做的 像抽血,咽尿,然后血压 血压,对,所以可以第一就是来看医生就是看体棒 两个血压,然后身体检查,清一下心脏,清一下你的肺 摸摸肚子,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 第二步就是去验血 验血里可以看到很多问题 看到很多东西 像看一下你的肝功能,生功能怎么样 胆固醇怎么样,血糖怎么样 很多东西 那这个跟感觉跟我们在中国大陆台湾有点不一样 我们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做年度检查的时候呢 他还会让你做B超,然后各种彩超,然后什么CT 然后心电图都可以做完 但美国就只有抽血压尿这样子吗? 所以在美国跟中国台湾有一点不一样 对,我跟病人有跟我说在他那边一天 做很多项目 全部都做好了 那这个当然做得很全 但是美国用保险我们做法有一点不一样 大部分就是用要看你年纪来说 就决定需要做的是什么 王医师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针对不同的年龄层 他们分别有一些什么一定要做的检查项目吗? 像年轻人可能只是抽血压尿就可以知道 那长者他们有什么必须要检查的项目? 年轻人没有很多癌症要检查的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女生21岁到65岁要开始做这个子宫镜磨片 就检查子宫镜癌症 下一步就是女生40岁以上也要开始做那个乳房X光 就检查乳房癌症 然后下一步就是我刚才说的大肠癌症检查 然后再大一点的就要另外要做的就是男生55岁以上可以检查那个潜力线数字 这个是咽血可以查到的 然后还有要是你有抽烟 年纪大以后也可以去照一个扫描就检查有没有肺癌症 那这些都是医生可以建议他要去做的吗? 就是你们会给到病患建议你这个年纪应该要去做这些检查 嗯对然后我见面以后就决定要需要做哪一个就跟他们帮他申请做 那你会要先看到他抽血的报告还是说你就根据他的年纪可以直接 就根据他年纪然后问了问题要是有 假如算是有抽烟抽了很多就可以给他开单子去做 OK因为这个也是我自己一直很疑惑的 我因为自己每一次在美国做检查的时候都只有抽血验尿我都很疑惑说他真的可以检验出来我有什么毛病吗? 对但是刚刚医师已经解释过说抽血其实可以检查出来大部分的问题了 只不过如果到一定的年纪呢医师会根据大家的年纪再推荐大家做相应的这个癌症筛查 那这边就是帮我们年轻女性问一下 因为现在像那个HPV它是高频发生的然后现在也有HPV的疫苗 那我们在美国的话HPV疫苗都是可以免费接种的吗? 对免费保险都包括的 这个针是很很重要的针 因为可以预防这个病毒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这个病毒以后可以造成子宫颈癌症 男生这个病毒也可以造成胰颈癌症 是那如果要是像我们爸妈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年纪可以再去打HPV的疫苗吗? 五十多岁打不了 因为他们现在在美国好像最大是四十多岁是可以最后打的 是那有一个迷思就是说有性行为之前打好像比之后打的预防效果更好有这样的说法吗? 对更早打会更好早一点打抗体会更高所以会更保护小孩子 所以现在在美国小孩子好像八岁九岁都可以开始打了 这么小就可以开始打了 然后以前他们只是女生打 对女生打现在男生女生都可以打了 都可以打 那还有就是打完之后就可以真的完全预防我们HPV吗?还是还是可能有可能再得的? 这个不是完全可以防的没有疫苗症可以这样完全可以的就是大部分可以保护 是因为他好像就是分不同的种类有几种最毒的病毒好像疫苗就帮您防住了 最毒的就是最容易变成癌症的他可以他就保护这些 那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在视频的结尾王医师可以再给我们观众朋友强调一下我们年度检查的重要性吗? 最重要就是很多症状不来看医生不检查就不会知道的 所以疾病预防是很重要的然后对癌症来说早期发现是最重要的 是的那所以视频前的大家不管你现在觉得身体有多么的健康都一定要按时来做年度检查 还有不管你的年纪是年轻还是年长大家都一定要做检查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更多医疗的问题都欢迎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